因應這個布陶莊案 那麼我們在即日起 那麼開放一個 檢疫民眾的緊急醫療線上諮詢平台 因應這個布陶莊案 那麼對於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 那麼以及他的住院期間的陪病人員 還有出院後同住家人 那麼我們在即日起 那麼開放一個 檢疫民眾的緊急醫療線上諮詢平台 操作的步驟的主要是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剛剛我提到就是先去下載 那我們有一個barcode直接手機掃描 就可以這個下載這個app app下載之後就登錄 登錄要輸入你的一個email 他會通知你一個序號之後 你就可以開通使用 那隨時都可以上網 有需要的時候隨時都可以上網去諮詢 那24小時 那這一次呢 因應這個布陶的專案 我們把它擴大 到自主健康管理的病人 以及他的住院當中的陪病人員 及這個同住家人呢 我們都開放他使用 本來有在師範計畫 那因應這一次的疫情 那在桃園 那針對自主健康管理 任何有陪病的家人 那出院 因為在陪病部分我們還是沒有辦法 完完全全立刻掌握 所以有任何的症狀除了1922 可以來使用之外 那也可以 掃描這樣的QR code 讓線上的醫師幫你做判斷 然後有需要的話 那會幫你安排就醫 那這樣可能是一個對雙方 對 醫病雙方都是一個最有效 而且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 這次的問題 就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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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